篮球竞技巅峰之战 群星闪耀 勇夺冠军 欢迎大家可以点击直播页下方的CB游戏按钮 登录游戏输入口令VIP777 就可以领取到新用户的专属见面里了 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参与到我们的游戏生活当中 也可以体验到这个篮球的快乐 那么与此同时呢 首先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本文对阵的一个情况 其实今天的本文对阵还是非常刺激的 主要今天就两场球了嘛 对吧 首先昨天已经打了两场比赛了 分别是深圳是四分险胜了北控 然后呢广沙则是大比分战胜了山西 今天呢就是我们这两场球 一场呢是惊户大战上海对阵北京的比赛 上海是排名第六 北京常比赛是排名第十一 赢的那支 赢的那系列赛那支球队呢 将会面对到浙江 愁州 而另外一场呢是青岛对阵广州龙市 这两支球队的排名相对来说会比较近 一个第七 一个第十 这两支球队在系列赛决胜的名额啊 将会在下一轮对阵到新疆伊利特 这是在这个半区四支球队对阵的情况 好了 欢迎回来 那我们同时呢还有冠军预测 这个冠军预测在我们的官方微博上 也是为大家打出来了 也是希望各位网友们可以积极参与到 我们密鼓篮球的冠军预测 那同时呢为大家带来一下 我们本赛季的冠军预测的嘉宾的这个图 可以看到其实大部分选择的都是辽宁 包括我自己也是 其实我心目中是有那一句口号的 但是呢不得不说这个赛季的辽宁真的很强 那冠正如何觉得这个预测图呢 就咱俩都在绿色里面 对吧 都是 咱俩今天是一帮的 都是往放眼看去 这个选辽宁的肯定是更多一点 而且怎么说 辽宁是有机会拿下 再次拿下连贯的 而且本赛季说实话 在常规赛 可能有很多支球队都登顶过榜首 但是真正在打到季后赛 你说有季后赛经验 有总赛经验 你像韩德军 李小旭 赵继伟 再加上这个我们年轻的国家队风险 张震霖 他们整个阵容肯定是很出色 所以不管是我们密鼓的嘉宾老师们也好 还是很多广大的球迷朋友们也好 可能辽宁都是他们今年心中的总冠军 但是我们说回来CBA 竞技体育高水平的篮球职业联赛 一切皆有可能 而且这个季后赛毕竟才刚刚打第一轮 前四还是轮空的状态 我们也不知道其他球队什么情况 每一年可能都会有黑马出现 你像去年的深圳队也杀进了四强 然后广沙和浙江也在四强 其实每一支球队都会有比较多的机会 所以我们也坚信 你说第十一名的北京 他没有机会进入到下一轮 还是有可能的 而且金湖大战已经是多少年 时隔五年了吗 再次过来 而且最近一段时间 除了篮球之外 排球和足球也是金湖大战 就看看北京北汽 跟北京的其他几支球队 能不能并肩作战战胜上海 是的 今天的金湖大赛 一定会备受球迷朋友们的关注 我们刚才聊到了冠军预测的同时 要知道总决赛的门票 可能一票难求 我们一顾视频 会大家送上我们的总决赛门票 也是呼吁大家可以参与到 我们这个打榜的活动当中 本场比赛将会开启 冲榜得门票的福利环节 欢迎各位可以点击直播页下方的 冲榜得门票的按钮 购买打赏券就可以参与到 CBA的周边抽奖 在本场直播间送出礼物 可以累积你的抠值 那榜单截止之后 总贡献榜排名第一 且抠值是大于等于6万的用户 可以自动获得 4月14日北京对阵上海的主场门票2张 所以如果想获得这个门票 且了解到更多活动规则的话呢 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冲榜得门票的页面中查看 千万不要错过 我们先为大家送上的是我们这个12进8的门票 再往后可能还有半决赛 总决赛的门票 都是为大家准备上的 所以整场直播一定要锁住到我们的最后时刻 希望这个门票可以送到您的手上 总决赛本票送的是哪个队的 总决赛本票送的哪个队 那大家觉得是哪个队呢 我没套出来 我还以为看有没有剧本 天天噶给我挖坑呢 那我们先聊一下今天对阵双方 首先是上海队这边 上海队本赛季其实是一个低开 但是高走的状态 尤其到了第三阶段是迎来了一个爆发 一波6连胜 一度有杀入4强的希望 我自己真的是觉得可以杀入4强的 但是很可惜 在最后一轮的状态是下滑的 无缘4强 所以现在目前是获得第6名 不知道冠赛如何看待上海的一个现状 其实这两支球队有点相似 就是外援都换了 只是上海队换的可能没有北京那么频繁 北京换了4个 总共用了4个 而今年上海队在最开始 对阵北京的那场比赛 就是两支球队刚上来经历流感的那段时间 两支球队那会上海队的外援还是逢来 大王那场比赛也轮休了 这导致其实在赛季开始的时候 尤其是一二阶段上海队的状态没有那么的好 队里面呢也有点没有想清楚是培养年轻人呢 还是说就是对于可能飞雷尔风来的使用更多一点 然后呢让大王这些极战力的队员撑住这52轮的常规赛 然后在这种就可能是教练组没有想清楚本赛季的目标的情况之下 在一二阶段上海队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问题 那当然了这也有阵容的调整啊 刘征本赛季是一直很稳定 但是小外援费雷尔开始的时候 状态并不是特别的好 随后呢就把它换掉了 换完之后呢迎来了培根 其实培根刚来的时候 说话那两场球也打的不是特别好 因为你就我们说培根你只是清楚他的在之前的数据 然后身体的天赋和状态 但是你不是清楚他的打法具体跟这支上海队怎么适配 于是呢这个在刘萌之道这个带领之下 慢慢找到了这个培根的使用方法 于是培根很好的融入体系之后呢 再加上手套阵容 第一阵容里面有这个雪布在 整个上海队在第三阶段应该是算上最后的两连败 打出来了一个九胜四伏 这个跟北京北七在第三阶段战绩是一样 都是九胜四伏 我觉得两个阶段的前两个阶段应该是都经历了一些问题的 而且还有就是我觉得上海本赛季很值得夸赞的点 是他们的新生代球员本赛季表现得非常不错 我们有聊到说上海队今年最大的收获 就是收获了自己的小朋友们的成长 那也是在赛场上有更加的自信 到了明年那个赛季的时候可能会有更大的一个突破 那观看直播到现在呢 为大家带来是我们的会员福利了 希望更多的家人们成为我们的密公视频的会员 看CBA季后赛就上咪咕视频 够32元的特会 双月卡想全量精彩 猪威林会员活动呢先是开启 现在订购钻石会员五折双月卡 选择你支持的主队 球队呢每晋级一轮呢 具有百分之百的中奖机会 获得季后赛的现场门票 VIP会员 CBA官方周边等好礼 这个是百分百的中奖机会 欢迎各位可以点击 主播页下方的 朱威林会员按钮 或者扫描屏幕下方的 二维码就可以订购了 特别的提示各位 钻石会员身份的球员朋友们 本场比赛呢 是咪咕会员季后赛 景理福利场次 在比赛结束之后呢 将会抽取一名幸运的钻石会员用户 获得我们的赢球景理大奖 这个大奖呢就是今晚赢球球队的下一场 季后赛主场的门票两张 注意一定是订购了我们的 钻石会员用户 才可以参与到我们的抽奖 如果您还不是钻石会员用户的话呢 赶快加入进来 赶快订购起来 因为真的很划算 希望大家可以持续锁定 我们的直播赛后 千万不要走开 那我们言归正传再聊到 北京北七的一个目前现状 北京队呢 其实从上赛季的第六名 到本赛季的第十一名 状态是有下滑的 那包括刚才 关正也聊到了 本赛季呢 是频繁更换了外援 外援的不利呢 也是北京队的一个战绩下滑的主要原因 我们请关正再紧接着聊一下 舒展一下这个北京的现状 北京现在的这个主力的校园 阿斯奇亚不可 这我熟啊 对吧 在深圳队打了三个赛季 最后一个赛季是 场景区上场 时间也少了 20分钟出头 然后呢 这个得分只剩下9分多 还不到10分啊 状态不是特别好 然后呢修了 有一个修赛期 加上前半个赛季啊 北京北京签下来之后 那目前在球的状态还是可以的 而且北京这只球的也是这个 它是属于中间有波 它跟上海都还不一样 它中间有波 它开局的前八场球 10月21号开赛 前八场球里面 七胜一辅 状态非常的好 但是呢 在第二阶段末尾 他们经历了一波连败 甚至一度跌到季后赛之外 是排名第14名 我记得 然后呢 再到第三阶段 提前两轮锁定了基欧赛的棋位 那北京北七这支球队 本赛季还是有波折 再加上他们的主教练也换了 主教练一换 然后万元一换 整个阵容呢 相比之下 你像小川这些可能 年纪确实也 相对来说大了一点 它跟其他的那些队员相比呢 体力上面肯定有问题 再加上今年又是52轮常规赛 比前两年的38轮和42轮都多了 这样一来的话 老将的体力分费 这肯定也是一个原因 这其实也是为什么 今年可能在榜首 浙江 新疆 然后包括辽宁这些球都做过 因为辽宁队的阵容 其实有的时候 你像二哥 李小旭 像大汗 其实年纪也稍微大了一点 他们也得需要 像莫兰德 福格 这些团的发挥 再加上纪委和金金的保证 所以如何在漫长的 常规下当中 保证自己的阵容 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我觉得 确实是北京目前出现在的 就是兴老断层的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个是需要去 通过实战去融合的 那我们这个时候呢 也为大家准备了一段 太阴小片 是上海的季后赛 备战的太阴小片 我们一起来观看一下 每天时间4月11日 今晚19点35分 CBA季后赛继续开打 在常规赛中 排名第6的上海南篮 今晚将在主场 迎战排名第11赢的 北京南篮 双方都有一定的 用时力击败对方 今天晚上的大战 一触一触 常规赛交锋 两队均在各自主场 获得胜利 季后赛开打 上海南篮主教练刘鹏 在经受采访时 谈到了本场比赛的 备战情况 其实两个队都在季后赛当中 我们都从头面 到过手在这个常规赛上 现在到季后赛了 我们就是说从外缘上面 从细节上面 我们从听进上面 我们给大家要做一些 最关键的一些部署 防守端大家其实都很重点 我们这个北京队 也是老牌的精力 经验很丰富 所以说 我们只有四个防守 高度的一种防守 在用四次讲的 上海南篮在常规赛 第三阶段 饱受伤病困扰 但也凭借 对内年轻球员的出色发挥 提前进入季后赛争夺 最终排名第六 在今天早晨的赛前训练中 李天荣参与合练 今晚的出战 已经不成问题 刘鹏指导表示 目前的上海南篮 已经没有伤病问题 大家恢复的都还不错 都没问题 都没问题 我们恢复的各个方面 还是不错 但是就是 像李天荣 戴浩可能上兵 回归以后 可能就是在场上的这种 节奏上面 可能要回归 在今晚比赛赛前 CBA联赛将会在上海南篮主场 为最快进步球员获得者李鸿泉颁发奖项 李鸿泉曾在之前透露 得知获奖时 他本人正在与母亲用餐 当他把CBA官方制作的海报 给到对方的那一刻 两个人瞬间喜机而起 这个奖项对于他来说意义非凡 对此他也在今早的训练中接受了开访 现在还有有点没反应过来 嗯 这个 就这一切都发生很快 嗯 从那天知道之后到现在 我还是有点 就是 特别特别感动 然后特别还还没有完全的反应过来 然后非常感谢 就是我们整个集团 给我们整个团队给我这个机会 和给我这个信任 嗯 然后 就是 继续努力 嗯 然后这 我还有 很长路要走 然后也要一步一步来 首先从今天的 球赛的第一场开始 北京队这边 今早也进行了常规训练 两队上次交手 是在3月20日 北京主场118比102 期待上海队 问及这场比赛的结果 是否会成为今晚交战的心理基础 主教练乔里欧表示 季后赛事与常规赛完全不同的 而几位队内球员也表示 那场比赛并不是上海队的完全实力 对于今晚的参考价值并不大 可能 但是你知道 我们知道这场比赛是完全一样的 一样的阶段 完全重新的阶段 我们肯定是肯定的 但我们知道这场比赛是完全不同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参考的价值 然后只不过是我们把好的东西延续下去 然后因为大家都知道 在常规赛跟我们打的时候 上海队不是他们应有的状态 所以在他们主场 我们一定要更加的这种专注 然后做好这种教练的部署的要求 我们每个人都要少犯错误 到球下肯定两队竞争都不一样 我觉得不能光看前面的胜负场 通过比赛中的细节可能会被五天方大 无论是就减负而若点 常规赛阶段 上海南兰的篮板数据排在全联盟第三 而问及北京南兰对于今晚比赛的准备情况 也都聚焦在内线球员 我认为上海是一个很好的队 像一个队 肯定是他们有两个很好的货币 Dig Wang是他们的一个货币 但是我们必须缺乏 我认为他们的方法 去排队 所以我们必须缺乏 我们必须缺乏 他们的阻挡的阻挡 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工作 很厉害 首先我觉得大王 从他而言 他这个本身的经验 然后包括身体 我觉得依然还是在联盟里 是非常强的 他说肯定需要他对更多的能量 去把它给限制住 但是也不可能说完全让他一分不得 尽自己最大可能的去消耗他 北京南兰在缺少的一个客场的情况下 今天晚上这场比赛 必须有更稳定的发挥 而上海南兰虽然说占据主场的优势 但他们的商品问题刚刚得到解决 今晚或许刚刚商与付出的紧存 还需要在比赛中找到自己的状态 那以上就是现场的情况 让我们共同期待今晚比赛的到来 好了 欢迎回来 那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是有请到现场的解说 天宇哥和浩哥 为我们带来上海的队员 李天荣的现场采访 好的 各位密姑的球员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是上海的万体馆 今天晚上呢 12进8的比赛 上海队同北京队的首回合呢 就会在这块场地上进行 我们帅先来采访一下 在我身边的上海队的球员 李天荣 天荣晚上好 我们先让郑浩哥来问一问你 关于赛前的一些他的疑问 天荣歇了蛮久了 跟我们的工作差不多 坐在旁边看了很多很长时间 上海队第三阶段发挥得不错 你觉得球队打得好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 我觉得最好原因就是 大家都很团结 对 我们就像一个大家庭一样 对 每一场比赛都上去拼 然后每个人去弥补队友 如果是有一些漏房 或者是大家都会去弥补 没有抱怨 对 我今天看你发朋友圈啊 这个术后第90天 终于重返赛场了 然后满血满膜 今天满血满膜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跟大家形容一下吧 就是我提前三个小时来了 但我到现在一点不累 说明是身体和精神上面 都对于今天晚上这个比赛 已经准备好了是吗 对的 对的 我非常激动 我觉得今天打完以后 我也不会累的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 北京队是一支非常难打的对手 里面有很多有经验的选手 其实相较于北京队而言 我们队的这个 不好意思 这个上海队啊 上海队的这个年轻拳 可能更多一些 你们相较于北京队的话 季后赛经验可能会略少一些 在这点上你觉得需要用哪些方面的努力去弥补呢 虽然他们经验足但是我们年轻啊对我们年轻有就是拼的资本 我们不惜体力就能从第一分钟拼到第48分钟对如果有更长时间我们还能拼下来对一直拼 今天这场比赛 你觉得上海队要想赢下手回合的比赛的话 需要去注意哪些细节呢 首先是防守 然后防守会赢得比赛 然后就是篮板球 然后在进攻的把握 大家都就把握度高一点吧 就是稍微珍惜机会 大家都对 但该打打 就是出机会就一定要果断 好的 那也祝你今天晚上有一个好的发挥 加油 谢谢天荣 好的 上海队李天荣的采访就到这里了 好的 欢迎回来 刚才采访天荣说到了 虽然对方经验充足 但是我们年轻啊 确实啊 上海九世的年轻球员们非常多 这种新鲜血液可以点燃球迷魂我们在现场的每一场比赛 那我们观看直播到现在呢 给大家带来一下我们本轮预测的咪咕嘉宾团的一个情况 给大家看看啊 大家都是怎么预测的呢 哇 这也很多啊 大部分也都是选择的上海队可以拿下 然后我自己个人是2比1 我是 我比你极端点 我2比0了 哇 这么有信心 主要我就觉得上海队他们现在属于是一个仰战的状态 而且球队在第三阶段末端是经历了伤病了 然后呢 你像天荣那种 时隔90天重新回到赛场呢 肯定对于球队的提升 这种提升不只是阵容方面 更是精神方面 而且对于年轻队员来说 有的时候战术 然后包括你资深的状态 这是很关键 当然了还有一个就是精神 就是天荣说到 气虚 情绪只要到的话 在季后赛舞台当中不一定谁怕谁呢 确实是 我们刚才也给大家看了我们所有 咪咕嘉宾团那个预测 那也是希望各位球目朋友们 可以参与到我们的预测当中 因为也是为各位准备了非常多的好物和福利 咪咕的CBA季后赛冠军之路活动正式开启了 加入咪咕预测天团呢 就有机会可以赢得本赛季总冠军全队的 签名球衣等惊喜大奖 点击直播页下方的冠军之路的按钮 参与到预测 晋级 晋猜 每日的任务等多种玩法 增加中奖几率 还有机会可以抽取到 CBA球星签名等周边啊 正版球衣等超多好理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踊跃的参与进来 那我们与此同时呢 还是我们的两位老师 给我们带来的前方的现场采访 有请采访到的是 扎友川 好的 各位米国球朋友们 我们接着来采访一下 北京队的核心 陈小川 小川你好 好久不见了 对于今天晚上呢 郑浩哥有几个问题想问你啊 我们现在应该 郑浩哥有什么问题要问你 这个赛季北京队不容易 对吧 经历了换帅 外援的磨合 球队的这个伤病的问题 能够走到这一步 我觉得非常不容易 你觉得自身球队能够走到这一步 是什么样的重要的元素 自身的你们 刚才也说了 确实今年挺难的 我觉得能够到现在 确实是 离不开每个人的努力 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觉得首先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目标 然后我们整体 在云总的那种代理下 还是不放弃 都在努力去 为球队 做出自己的贡献 对 我觉得首先就是团结吧 那你觉得在 这个系列赛里边 上海队跟北京队 其实是完全不同的一种 比赛节奏 那么在掌控节奏方面 球队方这个比赛前 有什么样的一个 针对性的部署吗 我觉得两队的风格 确实不太相同 但是我觉得首先 我们要控制好我们的 错误 少翻错误 这种季球赛跟常规赛 肯定是不一样的 我觉得哪个球队 犯错越少 我觉得能够 占据更多的优势 这个比赛 我相信你的压力 也是蛮大的 因为大家都知道 上一队有一个 非常强烈的外援 培根 对吧 在队位方面很有可能 你会对上他 也有可能小曾 其他队员 作为老大哥 你有什么样的建议 给你的这些小老弟们 培根外援 确实能力非常强 现在可能 我已经过了 防卫园的那个时候 对 我更多去 帮助这个球队去协防 然后保护好篮板 我觉得 要相信自己能够 去防顾 你的对手 我觉得 个人的自信 很重要 我觉得雷蒙啊 财人啊 还有角曾啊 他们都有那能力 去做好这项工作 所以我们肯定 全队上下会支持他们 但是也是希望他们 自己能有信心 赵哥可能更关心 你们球队情况 而我可能更关心 你自己身体的状况 因为我们都要 其实这个赛季里面 无论是你也好 方硕也好 或者朱熹 都遇到了不同程度的伤病 最后几轮比赛 其实你们也是拼得很凶 现在你们整个球队 包括你自己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经过几天的休整之后 调整还可以吗 大家也知道 我在一月份的时候 受了一个很严重的伤 然后将近休了将近三个月 所以我现在来说 我觉得应该恢复到80%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了 就要全力以赴了 不管伤病还是各种原因 就要全力以赴去拼搏 好的 谢谢小川 祝你今晚有好运 谢谢 好的 我们对于朱熹川采访 就到这里了 好的 欢迎回来 非常感谢朱熹川 接受我们的前方采访 那朱熹川也说到了 确实整个队当中 本赛其实经历了很多的伤病 那么球员的健康 一定是这支球队 能够更长远的一个精神 那观看直播的同时呢 除了本场比赛之外呢 咪咕视频和一栋高清 还在为您同步播出 CBA季后赛12-8的 下半区第一轮 青岛对阵广州的比赛 也是欢迎大家 可以持续锁定收看 那我们今天 不话不多说 直接进现场观看 今天的精彩较量吧 美国视频移动高清 欢迎球员朋友们的收看 由我们为您带来的 CBA季后赛12-8 上海九十男男在主场来 对上北京北七队 两支球队第一回合的较量 现在呢在场上进行的是 这个月度最佳新锐球员 奖的一个颁奖 李鸿权 我们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 今天呢 在现场是由 大家非常熟悉的 陈正浩老师和我一块 为您带来本场比赛 这个解说 正好哥晚上好 晚上好 这一场最佳新锐球员 谢谢 除了拿到这个战马月度最佳新锐球员奖以外呢 李鸿权也是获得了本赛季 常规赛的这个 最具进步球员奖 这是对他这一个赛季以来 非常稳定的表现的肯定 这个赛季对李鸿权来讲 确实是丰收的一个赛季 球队的培养 跟他自己的努力 完全都是分不开的 没错 确实在整个赛季里面 他表现是越来越稳定 在球队定位也是越来越清晰 李鸿权 就封锐球员奖 完全是合理的一面 在再多多的恩惠球队 一国之城 风中重队 竞争修认 接下来 一世习惯帮我大屁股 会对实际 来违背着全球队定的表现 用他的亲情感染着所有球迷 没有一滴汗水会被辜负 努力终将收获回报 一次次突入内线 一次次将球灌入篮筐 一次次地展现 自己的暴力美学 长军11分6.4篮板 李鸿权用自己的表现 征服了球迷 内能报扣翻江倒海 外能三分水银泻地 39.6%的三分运冲率 成为上海对外线 不可或缺的进攻火力 大鹏一日同风起 扶摇直上9万里 九万里 三分运冲率 或缺的进攻火力 九万里 国 Pen.6%的三分运冲率 在这一半 在这一半 三分运冲率 第一 如四 三分运冲率 宝贵 在这一半 在这一半 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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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号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的入场仪式晚上开始 好的 看完了赛前的颁奖仪式环节之后呢 两支球队的球员们都要进入到最后的备战状态了 那么这两支球队其实在常规赛里面的战绩是各胜了一场 都是在自己主场获得了胜利 赵浩哥怎么来预测一下今天晚上这场球可能会出现的一个比赛战况呢 我觉得两支球队呢 虽然在常规赛排名是有一些差距 但是我认为两支球队是势均力敌的 而且两支球队的风格是完全不同 一个呢是稳扎稳打 而上海队呢是青春风暴 而且在整个节奏方面上海队会更快 所以今天这场比赛无疑也是一个节奏之真的比赛 没错 北京队当中呢 现在要进行的是一个上海队的入场仪式 跟常规赛气氛已经截然不同了 今天现场的确是虽然是工作日 但是现场涌入了相当多的球迷 而且今天我们也很难得 在这个赛季应该是我看到 现场媒体记者来的最多的一场 的确是把这个季后赛的气氛完全烘托出来了 今天对于上海队来说 好消息就是球队本赛气一直打先发 但是后来遭遇到首场骨折的李天荣今天是复出了 李天荣复出对于上海队的后场又是一个加强和补充 那么我们也是要进入到一个奏唱国歌的仪式环节 请前轻洗礼面向国旗行助理 奏唱中华人民共和国歌歌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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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ck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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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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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防雪布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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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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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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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不好的消息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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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时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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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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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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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